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特地带大家到动物园 深入长颈鹿的家 就让我们好好认识一下 这位动物界里的巨人长颈鹿吧 嗨 我们长颈鹿一早 就在动物园里面做早操咯 哇 真有活力 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有几只长颈鹿明星 要和大家say hello呢 我们园里目前三只长颈鹿 一分别叫小凯 斑斑与图丁 这三只是我们园里的 治理牌制成功的 嘿嘿 我就是小凯啦 是台湾出生的长颈鹿哦 九年前 小凯就是在这个房间出生的 是啊 当初我的妈妈怀孕十四个月那么久呢 而且妈妈生产得好辛苦哦 差点难产 而我只伸出两只脚就卡住了 小凯妈妈痛了好久 才在工作人员的帮忙下 把小凯顺利生下来 留下这令人感动的画面 不来了 不来了 妈妈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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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次妈妈生我的画面 感动得想哭耶 妈妈好伟大 小朋友要好好孝顺妈妈哦 快了快了快了 快了 快了快了快了 一出生小凯就想学战了 是啊 我差点就成功了 这画面真是珍贵啊 三只三只是兄妹的关系 但是个性上会总而不同 比如说我们小凯呢 他个性比较紧张 比较迷远 如果你触碰他会特别的躁动 那斑斑呢 他的个性是比较外向 他比较活泼 也比较调比较大 有的时候他在做些很莫名的行为 他玩得很开心 可是对我来讲是很胆战行进的 那布里面他是女生 所以他的个性比较内向 周体路里较比较优雅 场景路一般来讲 他是属于比较温暄的 比较有声音大一点的话 动作大一点的话 他很容易受到惊吓 你不要吓我啦 我是胆小鬼 他就吓到 他确实是属于比较胆小 因为他耳朵对声音非常敏感 所以我们接近他的时候 我们不会走到后方接近 或是说我们会吸发出声音 让他知道 有东西靠近你 他会比较安分一点 没错 场景路对声音是很敏感的 那大家猜猜看 他们生气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他可能会像这头一长头就走 嘿嘿 我们都是这样甩头发脾气的 不过大家知道我们 场景路的家乡在哪吗 这是我们来自非洲的 叫做网文场景路 因为它是一块一块的 每一只它的核射在斑块里面 有很多的乳液血管 主要是在调节体温等 因为它没有汗线嘛 所以我们看到 身上很多大小不一的斑块 都是它的散热器一样 我们身上穿的花纹衣服 都是有用途的喔 而且除了散热 还有其他的功能喔 它有伪装的功能 年纪越大的话 它斑纹会越来越深 比如说现在颜色是咖啡 就在年纪大一点的话 更深 深咖啡 厉害吧 这些斑纹可是大有用途呢 再偷偷告诉大家一个有趣的事 就是场景路的英文叫做Giraffe 它源自阿拉伯文 原本的意思是行动敏捷的人 也就是说场景路 是反映很快的动物 虽然身高高人一等 但却一点都不影响 它们的利落身手喔 我们场景路它身高是 一般都差不多五米的高度嘛 它不是有在很 像树枝很密集的一个 环境运气活动 因为它会受到阻碍 所以它只能在西树的 深边缘草与地下活动 是一般它的吸气地址 我们场景路比较做到它 因为救助环境空间比较小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刻板的行为 比如说它在这样摇头晃脑啊 或是说说出来东西西腿啊 那是比较刻板的行为 那我们用做的是改善环境 让风不坏醒 让大家活泼 我说呢 我走过去 它不够快跟我亲亲 就像对讲轻轻这样 感觉像粗粗的非常不舒服 你要不要尝试看看 哎哟 不要啦 我会害羞 而且我现在很饿 等我吃饱啦 到时候大家可不要嫌我 舌头长又刺刺的喔 它们可是有功能的耶 长颈鹿灵活的舌头 有十寸那么长 而且舌头上黏乎乎的口水 有时候也会滴出来呢 它们的口水能防止舌头 在卷东西吃的时候被刺伤 所以在长颈鹿的舌头 和嘴唇上 都还有一层坚韧的角质喔 为了给我们一个干净舒服的环境 动物保姆们每天都会 细心地清理我的房间喔 好贴心喔 小朋友喔 你们要跟我们长颈鹿做朋友 要记得喔 轻声细语喔 因为我们长颈鹿是很胆小的动物 长颈鹿它跟其他动物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长颈鹿 一般小朋友都可能不知道 长颈鹿有三长嘛 那长颈鹿就是舌头长 它最长舌头可以到达差不多60公分 5到60公分 然后它的前脚也比后脚长 它叫脖子也是比一般的动物都来得长 来 翻吧 舌头长 脖子长 脚也长 长颈鹿可不止这三长喔 我们还有其他的专长喔 长颈鹿的听觉嗅觉特别灵敏 长颈鹿的眼睛它可以看到一公里以外的虚拟 鼻子还可以嗅觉到一公里以外的 像狮子的红吊声它都听得到 不止喔 长颈鹿的睫毛也很长 这样大家看得出来它是男生还是女生吗 一般长颈鹿公母的话 我们是看它的生殖器 外观的话是比较不容易 年龄的话牵羊的话可以到达30 因为它只要生病还是受伤的话 我们管理人会通报 我们会受益会跟它治疗 所以它寿命有可能25 会超过到延长到30年就有了 那如果在野外的话 大概是20到25年 访问了这么久让我再吃点嘛 我吃东西的时候 就是靠我的舌头 它的舌头本来就是 它主要采取工具 一方面它是清洁 比如它鼻孔里面有脏东西 它不舒服 在身体摸一摸点一点 被舒服一点点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它会用它舌头去感觉 它的食物这样的味道 舌头对我来说 真是太重要了 把食物卷进嘴巴后 接下来就要靠我的上唇和牙齿咯 还有还有啊 我的嘴里也有蜜蜜武器哦 这就是长颈鹿吃东西的时候 嘴巴一直抿来抿去的原因哦 而且长颈鹿的脖子很长 当它们低下头的时候 耳朵后方的拌膜 会调节血压 防止血压过高哦 小朋友 你们知道长颈鹿最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吗 是香蕉 还是苹果咧 还是凤梨咧 大家知道山高这么高的长颈鹿 为什么总是喜欢养头吃树上的树叶 而不喜欢低头觅食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前脚比后脚还长 当我们在喝水或是吃地上的东西的时候 都必须把双腿张得很开 或是把前脚弯曲 嘴巴才能接触到地面 要不然吃不到我只能干瞪眼啦 还有尿尿啦 妈妈 不要叫那么大声啦 大家都满会尿尿 哇 班班和布丁妹的消化真的很好 食物才刚从嘴巴进去没多久 马上就排出来了 而且你们知道吗 公的长颈鹿 通常都会常常看母长颈鹿的尿尿 来判断她的发情状态喔 其实长颈鹿的水性能力很强 它的秘密无具就是长颈鹿它会开门 它会用舌头卷那个门栓 然后把门栓抬高然后往前推 它就可以把门打开 开什么玩笑 我们长颈鹿的智商 可是很高的 趁管理员不注意 留出去玩一下 这个门栓啊 我用舌头一卷就开啦 难不打我 我的点心时间到了 小朋友 你们知道长颈鹿最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吗 是香蕉还是苹果咧 还是凤梨咧 答案是 这些都是我们长颈鹿爱吃的东西 你们答对了吗 它的食物 这个是它的点心 所以它主要是苹果 巴勒 洋葱 地瓜 然后跟红萝卜 猜猜看 这些食物需不需要料理呢 其实就是我们把它切成适合他们吃的一口的大食物 这样子 这样一片的大小 然后就是它可以用它的舌头卷进去 不会就是说吃一吃掉出来 或者是吃了 觉得好像没有吃到东西的这种感觉 再猜猜看 给长颈鹿吃的食物需要煮熟吗 不用啊 水果其实一般像我们也都是用生吃的 所以其实它也没有在煮熟的这个问题 长颈鹿每一餐一定要有红萝卜 因为我们的一些营养上面 红萝卜有很丰富的维生素跟矿物质 所以说为了它健康上的需要 我们一定每一餐都要给它这个红萝卜 要喂饱长颈鹿的肚子 可是有很多学问的 不但要把关品质的新鲜 还要考虑到营养有没有均衡喔 点心时间到喔 走吧 我们去喂长颈鹿囉 每天的点心时间就是 长颈鹿最开心的时间喔 它每天都可以吃到红萝卜啊 吃到苹果啊 还有巴勒 还有洋葱 还有一些颗粒饲料啊 这些呢都是长颈鹿很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营养都很充足喔 像是它们如果贫血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补充多一点的苹果给它吃 让它补充铁值 那如果是生病的时候呢 白血球需要比较多的力气的时候 我们就会放一些多一点的颗粒饲料 给它吃补充营养喔 冲啊 嘿嘿 我大老远就闻到香味了 现在是我的用餐时间 赶快来享用咯 那你们自己慢慢拍 我就不招呼你们咯 今天动物园里有一件大事要进行 所以一大早 我就被导引到保定架里做准备了 什么是保定架呢 简单说就是手术台 卖啦卖啦 虽然只是健康检查 但我最怕医生了 金金让它从后面 让它控一下 让它知道要往前 要放木头 好 木头的用意就是固定它 让它不会前后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 只要健康检查都要这样 所以中桌一定是能不了 它会有一点紧张 因为它耳朵一直往后 而且它现在一直在踏步 它一直想说 到底要不要让我冲冲 好啦好啦 我就定位了 那第一个要检查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会看到它五官部分 就是眼睛鼻子啊耳朵 有沒有一些分泌物 像是流浓啊 或流鼻水之类的 像它像这样的话都很干净 都很OK 但是它很健康 那再看下来之后 它的身体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外伤的 有没有受伤啊 有没有流血的 对 那像刚刚看过来 巡视一圈的话 是都OK的 所以我们 它外观如果都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先帮它 做抽血的动作 它的皮肤很厚 所以戳进去 如果太细的话 戳不进去会歪掉 也就是要换枕头 大概2cc就够了 那我们会 因为长颈鹿 血量够 它很大只嘛 所以我们会多抽一点衣方 说 如果在检测的过程 有坏掉或者是怎样 我们还可以有血可以用 对 好 白帮我看看 天啊 要抽血喔 我会先摸 如果确定 等它比较安定的时候 再砸针 为什么要噴水啊 医生对我喷了酒精之口 就要抽血了 不好意思 不要怕 不好意思 其实不是我害怕啦 只是我的屁股 一直对着镜头 万一我刚好放屁怎么办 这样不好看啦 因为小凯实在太紧张 怕会弄伤它 医生决定从脖子抽血 对嘛 对嘛 从脖子抽 我就稍微不那么紧张了 其实在经验丰富的动物医生 喜行照顾下 定期抽血健康检查 长颈鹿才能头好壮壮 不生病喔 完成最困难的检查手续了 那接下来的步骤啊 嘿嘿 我就舒服咯 抽体的部分其实 就是它的体只要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是不会去动它 因为它平常走路 自己也会去磨 除非它走路的姿势啊 不对啊 或者是哪里有在痛 它的姿势就会改变 重心改变 它体就会歪掉 那那时候我们 它只要歪掉的话 我们就会进行修体的动作 因为它就像指甲 就像我们外面指甲一样 像这个都是长出来的啊 都长出来的 如果你不修的话 下次它会长越长越长 舒服舒服 羡慕了吧 我还有专人照顾哦 修体就是在修剪指甲 很像贵妇在做美甲沙龙班 手术灯 别担心 其实是要进入检查阶段哦 我们现在要帮小柴进去检查 看它肚子里面有没有寄生虫子在 这关是盐水 因为这里面的盐很多嘛 所以它的浮力比较大 那在入室之后 让它的虫软的供浮上来 浮到表面 这样我们才可以去检验出 它有没有虫软 让它虫软浮上来 大概要20分钟 对20分钟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 锅里偏进去 那我们现在要来帮它看 它的肚子里面有没有寄生虫子 这边有比较多 一颗一颗圆圆的 这就是寄生虫的蛋 它们通常都在大便里面 它们会把蛋生在大便里面 然后再传染去给下一只长颈鹿 小柴的虫软素并没有很多 我们不用让它吃药打针 今天的状况还不错 它今天的健康检查通通过关 吃个健康宝宝哦 那像其他的话 我们会采它的血液 做检查看它身体里面 各种器官的功能 是不是都正常 小朋友知道 我们今天抽长颈鹿的血 是要检验一些什么项目吗 嘿嘿 大家一定不知道吧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耶 那就来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我们现在要帮长颈鹿检验 它的红白血球的部分 一次的话 其实这个血只要0.2cc就够了 对 那这样转下来的话 我们要让它跟里面的一些 布质去做一下混合一下 它里面机器才会跑得出来 哇 这些听起来好专业哦 那我抽血检查的结果怎么样呢 长颈鹿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那我们先来看看它的 红白血球 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那小凯今天呢 红血球跟白血球的部分呢 都是正常的 看起来它的健康状况 都跟以往一样非常地健康 大家可以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你们知道我睡觉 不超过两小时吗 一般来讲的话 长颈鹿它 几乎没有什么睡眠时间 它也没有说躺着在睡觉的 很少一天的话 顶多在草原上这样 躺下去休息也 不会超过20分钟 长颈鹿它身高那么高 又躺下去要爬起来也 有点困难 神奇吧 我们长颈鹿只要睡一下下 就有精力充沛精神百倍了 没错 长颈鹿的睡眠时间 只要20分钟到两个小时 是哺乳动物中最短的喔 而且它们还有一个小秘密喔 到目前为止 我说还没有听过长颈鹿 有发出任何声音 包括生产也一样 生小baby 到现在都没有听过它的声音 没有听过它叫声音 它其实没有什么声音的 对 因为长颈鹿的 它不像我们讲话的 这个发声器这么发达 对 长颈鹿的发声器 其实不太明显 所以它发不出声音 大概是动物界的哑巴 虽然我们不能叫救命 但遇到危险 我也是有好办法喔 一般长颈鹿的攻击武器 都是后腿 它后腿踢出去的力量 相当于200磅的力量 那一般动物如果说 像斑马那些狮子老虎 如果被踢到的话 应该被踢到 应该都是类似粉身碎骨 一般来讲的话 它们是不敢去叫人 厉害吧 那大家知道我们长颈鹿 有克星吗 长颈鹿的克星 一般来讲的话 除非是落单的 不然的话 一般它没有什么克星 全群的话一般 因为长颈鹿 它是群居的动物 除了怕打针 我可是天不怕地不怕喔 看完今天的动物大明星 大家对长颈鹿的认识 是不是更多了呢 下次会是哪位动物明星 和大家做朋友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别忘了要继续收看 动物大明星喔 我们下次见 拜拜